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尿酸盐的盐 尿酸是一种化合物 创建 当身体分解 物质叫票令 票令 被发现在某些食品和饮料 这些措施包括 肝脏 沙丁鱼 青鱼 肝豆和豌豆和啤酒 大多数尿酸溶解在血液中 并行进到肾脏 从那里 它传递出的尿液 如果你的身体产生过多的尿酸 或不足够的从它删除 就可以得到生病 点血必须执行的 要检查你有多少血尿酸在血液 另一个测试可以用来检查尿酸水平中的尿液 在人血浆 尿酸的参考范围通常3.4到7.2毫克 分生的男人和2.4到6.1毫克 分生的妇女 尿酸浓度 上方和下方的正常范围 是已知的 分别作为高尿酸血症 高尿酸血症和高尿酸血症的原因 在许多情况下 人们有升高的尿酸水平 对于遗传性原因 饮食可能是一个因素 高摄入膳食 飘令 高果糖与米糖 将合着糖可引起尿酸的水平 血清尿酸 可以由于减少排泄升高 由肾脏进食 或快速减肥 可暂时升高尿酸水平 某些药物 如绿药剂 能增加血液中的尿酸水平 血中尿酸的饱和度水平 可能导致肾结始的一种形式中 当尿酸盐结晶在肾脏 并且可以导致一种类型的关节炎的 称为痛风 这种痛苦的情况 是尿酸的症状 肌体沉淀在 关节 毛细血管 皮肤和其他组织的结果 感谢您的收看法奇学院 请订阅分享该视频最喜欢和喜欢 我不是医生 我只是由尿酸水平7.4克 分生我的经验传递给大家 感谢您的观优 订阅分享该视频最喜欢的一种讨论